嗨我是Mita 今天呢是包包大集合的下集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上一集的話呢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邊 還有底下的資訊欄大家可以點開來看 那這一集呢我分享的包包 都是我最近比較常使用的包包們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那接下來就是第13個 是這個Kudji的相機包 那這個呢應該算是我人生 第一次自己買給自己的精品包 那我覺得它的皮革就是 非常的有質感 那裡面現在有塞東西但是它也就是一個 放一些基本的錢包裡 而且是人是零錢包 然後一些手機啊 粉餅口紅衛生紙就差不多要滿的一個容量 那我之前的花石櫻蠻貝就是 又是用這個包包牌 如果你們想要看比較詳細的 裡面放了什麼可以點上面的連結 那這一個包包呢 我覺得它就是非常的好搭配 因為它就是很簡單一個素面的 然後它的背面呢也有做這樣子 凸起的紋路 這個包包呢我其實就是 參加一些正式場合啊 或者是參加一些工作上的活動的話 我通常就是會背它 我覺得會比較稍微正式一點的感覺 整個包包的皮革跟質感呢 我都是蠻喜歡的 其實我覺得它算是還蠻耐用的 那它的缺點一樣就是它的背帶 是完全不能夠調節長度的 那以160的話呢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太長 稍微會有一點垂在屁股的感覺 所以我是把這邊打了一個結 那我之前還蠻多人問我 這個結到底怎麼打的 我現在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好了 那我是用這種綁頭髮的髮圈 我覺得比較不會傷到金屬 接著呢就是把這兩個有鏈帶的地方 這兩個金屬的地方扣在一起 然後把髮圈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就是把它 一邊穿到另外一邊 就會這樣拉起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直接呢綁在這個 金屬的這一條直接套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其實它垂在這邊不會很明顯 那跟你們說一下我習慣呢會束在 像我背背包的習慣是用右肩膀背 所以通常是這樣子嘛 那這邊就是後面 那我就會把這個項圈束在這個後面的部分 這樣子你背的時候呢 正面看到還是這樣很漂亮的鏈條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的包包的背帶沒辦法調 或是也太長的話就可以這樣子試試看 再來第14個呢是這個 英國品牌袋鼠的水桶包 它超級可愛的 然後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這種 土色奶茶色系 它就是有這個手提的提板 然後也有背帶 那我平常呢就是會直接這樣子 側背或是斜背 然後想要用手提的時候呢 背帶就稍微這樣子塞在桶子裡 然後我就會手提 我覺得手提也很可愛 那它的這個背帶也是可以拆掉 你可以單純當一個手提包 然後背後呢就是它的束帶的部分 可以打一個蝴蝶結 但我通常就很懶啦 就讓它垂在這邊 拿東西也比較方便 那它其實呢容量還蠻大 它真的是 小包裝的大容量 裡面呢可以裝我很多熱色 這是我最近在使用的包包啦 然後昨天去投票的印章都還沒拿出來 像是行動電源啊或者是一些化妝包啊 都是可以塞進去的 然後這種絨布啊也是非常適合秋冬的材質 它裡面呢還有一個魔鬼氈的這個 隔層的部分 所以呢可以放一些可能比較重要的東西在這邊 然後其他的呢就是會散在這個桶子裡 所以這個包包是我近期的新歡 我最近很常背它 再來第十五個呢 是這個之前很紅的魚網包 那這個是一個韓國代購買的 然後它也是我最近很喜歡的這種土色 這一款魚網包我比較喜歡的地方是 它裡面是有內裡的 就是不會從這個網子 就可以清清楚看了 到你裡面裝什麼 或是一些小東西可能會掉出來 那我覺得拿它的時候呢 就是會有一種比較度假 然後慵懶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你搭一些長洋妝的時候就可以提它 很好看 但這個包包我覺得 好像比較適合夏天的時候使用 就是比較符合那個穿搭的感覺 再來第十六個呢 是這個PVC的塑膠包 有一陣子非常的流行 你們現在是不是覺得很問號 但這個包包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這其實是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常常送給我的 然後我就一直用到現在 它平常呢 因為我背小包嘛 然後可能有一些 比較巨大的相機啊 什麼水啊 沒辦法帶 我有時候就會提它 它就是我一個小小購物袋的感覺 那缺點當然就是 裡面裝了多醜的東西 就是都會被看到 然後最好是錢包不要放在裡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時尚的透明塑膠包 再來第十七個呢 是這個 我之前在淘寶也蠻常背的一個包包 那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這種有點異材拼接的感覺 就是它這個蓋子 跟這邊的材質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這個軟軟的蓋子啊 就是你在拿東西的時候 比較不會卡住手 這包包其實很實用 然後裡面呢 有兩個夾層 跟一個有拉鍊的夾層 然後它的背帶扣環啊 是前跟後各一個 所以你在背的時候啊 它不太會因為裡面的重量 而輕薄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 真的是設計得還不錯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黑色的小方包 就是也很好搭配衣服 當時候買這個的時候呢 我非常的喜歡 就是還把它納入 當月的最愛的樣子 就是非常的實搭 然後又便宜 再來第十八個呢 是這個 Nike的後背銅包 那這個包包呢 我也非常的喜歡 到現在還是很常使用 之前在某一個月最愛 好像也有分享過 那它就是我平常出去玩 或是工作 手部方面提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用它 它可以裝相機啊 裝瓶 裝水行動電源什麼 淋淋扣扣都沒問題 就是容量很大 那它的造型呢 我覺得也非常的可愛 雖然它是銅包 可是我覺得它大小 非常的適合女生 那它前面還有一個 這個很銅趣的 Logo 寫Just Do It 然後上面這邊也有 非常低調的這個 Just Do It的 這叫做 嗯 浮水印嗎 再來我覺得它有一個 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 杯條 是比較粗的 所以你身外杯比較重的東西呢 肩膀不會有太過多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這個包包 然後側邊有這個 鬆緊的地方 你可以放一些 雨傘啊 或者是比較瘦的水都可以 再來第十九個呢 也是後背包 但它有點舊了 它是我大學的時候買的 是Hollister的後背包 那它就是一個 非常可愛的點點風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流蘇 但是它的流蘇就是 已經被我用到有點 爛爛的感覺了 那裡面的容量呢 也是就是超級大 可以放很多的東西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也有帶它 就是覺得這樣子 出門的時候比較方便 但因為這個背包就是比較花一點 所以就是適合你 身上可能需要穿的比較素色 才會比較好搭 再來第二十個呢 是這個 Nike的小小的包包屋 它很可愛就是一樣 很適合搭配一些 比較休閒運動風的衣服 前面有一個夾層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比較大容量的夾層 那背後呢 是魔鬼站的夾層 你可以放一些 信用卡比較重要的東西 那它背起來呢 就是 有點比較男性的感覺 我就是比較帥氣 而且我覺得它的材質就是 非常的輕 然後又有點防潑水的感覺 所以運動的時候呢 帶它也還蠻方便的 第二十一個呢 是這個 我在淘寶買的水桶包 它就是一個樹幹的顏色 那其實我覺得它背起來呢 很好看 有一種文青的風格 我是蠻喜歡的 可是呢 我從買到現在 從來沒有背出去過 因為我真的太常 太喜歡背小包了 這容量對我來說真的是 很無敵耶 然後裡面它中間還有一個拉鍊 就是 可以放一些比較 嗯 你可能想要比較快找到的東西 因為它畢竟它容量非常大 如果你東西丟進去 應該就是一個半失蹤的狀態 要找一陣子 然後它扣起來呢 又是一個比較不同的感覺 這包包其實很好看 好吧 可能有一天又流行大包之後 我就會背它吧 再來第二十二個呢 是這個 LongChain的這個叫做 購物袋嗎 這是我之前 同事它出國完的時候幫我代購的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就是 在受訓需要 就是提很多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裝它 然後它的顏色呢 也是一個非常亮的桃紅色 但我後來就真的 就再也沒有使用它耶 然後它的容量也是一個 超巨大的 就是一個購物袋啦 好像可以 提去買菜之類的 這也是陳鋒在我的 就是包包的櫃子裡面 但我覺得它會失從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是桃紅色的 因為我現在呢 跟以前最大的差別 應該就是以前 比較喜歡這種 比較亮的顏色 或者是這種 比較可愛的款式 但是我後來呢 就是都喜歡這種 黑色的包款 可能就是有一種 長大了的感覺 但其實黑色真的是 比較耐看 也比較好搭配 再來第二十三個呢 是這個薄荷綠的後背包 那你們遠看 其實它非常的可愛 它前面還搭配了一些這種 木質的顏色 然後它的皮啊 也是蠻軟的 很舒服 但是呢 它已經有這個 歲月的痕跡了 就是開始破皮了 然後它其實呢 它的容量呢 也蠻大的 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那再加上它前面這一個啊 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如果你東西 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把前面拆掉 然後只背後面這一個背包 很可愛的後背包 可惜它已經經不起 就是歲月的摧殘 再來第二十四個呢 然後是這個 KINNOZ的粉紅包包 那KINNOZ曾經在我大學的時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紅 那時候我跟我的好朋友們 全部都是拿KINNOZ的長家 然後包包也非常喜歡買他們家的 那這個好像是我某一年的生日禮物 我覺得它超級可愛的 我會喜歡它前面這兩條線 就是讓這個包包呢 又多了一些設計感的感覺 但是呢 整體來講又不會不好搭 它到現在其實還是很耐看 還是很好看的一個包包 那裡面呢 夾層其實蠻豐富的 就是前面有一個 然後這邊呢 有兩小格 後面有一個拉鍊的夾層 那裡面呢 這個提花布 我覺得也還算蠻耐髒的 那我覺得它也是好幾年了 到現在可以保存到這個地步 就是沒有什麼脫皮 也沒有泛黃什麼的 算是很厲害耶 大家也有買過KINNOZ的包包嗎 我覺得他們家的包包 真的是非常適合學生啊 或是一些上班族 就是它的容量 實用性那些都蠻好的 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 很可愛的粉紫色的手提包 那大家沒錯 我就是還沒有使用過它 但是它好像是我這兩年的生日禮物 我家人送給我的 應該是個韓國的牌子吧 這邊吊了一個韓國的吊牌 那它非常可愛的是這邊 還有一個小零錢包 你可以裝悠遊卡 那你拿的時候 就是可以很方便的 Be悠遊卡 那整體的質感呢 我覺得也蠻好的 而且我覺得它顏色很特別 它是一個粉紫色 那裡面呢 你們看 這個容量 它是有三層的 然後它也有附這個背帶 你想要背背帶也OK 那三層的裡面呢 還有一些拉鍊啊 跟夾層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在裝東西上面呢 是可以比較一目瞭然 雖然容量算是蠻大的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分在不同的格層裡面 換一些洋裝是比較氣質 像我今天這種 格紋比較成熟一點的衣服呢 背它我覺得也會很適合很好看 我之後會來使用它 那以上就是我25款包包大集合的分享啦 希望你們有看的過癮 那如果你們有看完影片有什麼想法的話 你就會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那更多的精度愛送穿到美食分享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Bye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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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